我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去给未婚夫庆祝生日,却不想大八岁的青梅徐飞,已经在我们的婚房里为他准备好了生日会,徐飞俨然像个女主人,而我则像突然闯入的陌生人,这婚还能结吗? 沿沿夏日,我顶着四十度高温,从早上六点一路辗转折腾到晚上六点,才终于赶到我与男友寒瑾的婚房,然而一进门,便被彩带喷了满头,生日快乐,屋内蜡烛,气球,鲜花,蛋糕,分为拉满,一屋子的人,西装革履,妆容精致,举手投足间谈笑风生,玄关处的全身镜, 将我蓬头垢面的样子照得清清楚楚,黏腻的汗液顺着额头不断往下躺,与屋内精致的世界格格不入,哪怕这明明是我的婚房,我甚至不知道这群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里,小男,我认出了朝我喷彩带的是韩锦的一个朋友,显然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就在我与屋内众人面面相去,不知所措时, 人群里走出一道红色的身影,不好意思啊,我们还以为是阿锦呢,喷错人了,你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女人一袭红色丝绒长裙,勾勒出阿娜多姿的曲线,摇曳生姿,引人注目,可这话我怎么就听着不对位呢? 我自己的婚房,还需要提前打招呼是个什么逻辑,压下心底的不悦,我捋了捋被汗水浸湿扒在额头上的碎发,输了口气,挤出笑容,这不是阿锦生日吗? 我就想回来给她个惊喜,没想到撞上了,看来这惊喜是送不出去了,女人是韩锦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姐姐,叫徐飞,大八岁,两家从小就是世交,关系特别好,好到韩锦刚出生时,徐飞给她换过尿布的这种,后来大学去了国外读研,回国后就结婚了,门当户对,都是做生意的, 现在孩子上小学,在我们公司做行政,托关系进来的,闲差,没人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在得很,所以我哪怕再不高兴,也不敢明着给对方甩脸色,咦,阿锦没和你说吗? 我们约好了,今晚在她新家给她过生日,就当是婚前的最后一场单身派对了,徐飞欲言又止地扫了我一眼,似乎在说,这么重要的是,你作为女朋友,居然不知道,火气蹭得起来了,我真想把手上的行李箱丢对方头上,说一句,关你屁事,可我不敢,因为男友确实没和我提过这事,估计是看我这段时间太忙,没来得及提, 为了在婚后能度过一个浪漫的蜜月,这段时间我频繁出差赶项目,婚礼婚房的事基本都是男友一个人在处理,每次打视频,看到对方眼底的清黑,我就愈发内疚,这才想着赶回来陪对方过个生日,计划是在婚房这边洗个澡修整下,再把人填过来,结果直接成了意外,心底忍不住生起一丝对男友的埋怨, 就在气氛僵持之际,身后响起门锁转动声,喃喃,今晚的主角终于到场,我没有错过男友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局促,但还是旁若无人的上前,挽住对方的手臂,扬起嘴角,生日快乐, 二,男友的到来,多少缓和了些空气中弥漫的尴尬气氛,我稍微收拾了一下,被男友带着介绍,认识了一些没见过的新朋友,努力做出女主人的姿态,希望可以挽回一些刚才进门时的狼狈形象, 尽管男友嘴上说着,今晚我能来是他最大的惊喜,可我却清楚地知道,我这个惊喜其实才是最大的意外, 男男,你是不是生气了?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会突然回来,要是早知道,我肯定不答应搞生日派对,许是我掩饰情绪的能力实在太差。 或是自知理亏,趁着众人玩闹的间隙,韩锦将我拉到一边,低头认错,我忍不住在心底苦笑,不知道该高兴男友在乎我的感受,还是难过他根本没搞明白我生气的点在哪里。 我自认为不是个矫情的人,也不喜欢两个人之间猜来猜去,有问题就摊开来说,但怎么说,却是个技术活。 你啊,生日办派对这么大的事,也不提前告诉我,刚许姐和我说的时候,尴尬死我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感情不好呢,以后可不许再瞒我了呀,这是我能想到最委婉的提醒方式。 我希望她记住,我才是她的未婚妻,而不是什么事都是从那个徐飞的嘴里说出来,我就知道我家楠楠最爱我了,我明显察觉到男友松了口气,搂着我不断诉说着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思念,说得我面红耳赤,顶着对方深情的目光与棱角分明的脸庞,我可耻的脸红了。 罢了罢了,好在还是能听进去我的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以后慢慢改叠。 阿姐,快出来,你来说我选的好不好。 就在我们打算在温存一会的时候,徐飞尖利的嗓音从外边响起,暧昧的气氛荡然无存。 咳,来了,男友尴尬地咳了两声,将我推开,随后急匆匆地往客厅跑去,我跟在后边没好气地跺了跺脚。 这群人什么时候可以走啊?只见徐飞笑咪咪地坐在沙发上,拍着底下的沙发,见我们两前后脚出来,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得意地扬起脑袋。 阿姐,他们刚才都说,这沙发坐着舒服,比你之前选的好吧,我特意托人从国外进口的,花了我八万呢,当送你的乔迁礼物了,值不值八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徐飞是故意的,因为之前的沙发款式,是我选的,厂家直销,八千,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我不信以他和韩锦的关系,会不知道之前的沙发是我选的, 却还是当着我的面。 说了出来,是,我眼界小,格局小,比不上白富美出生的徐飞,只要是花钱的东西,我都习惯性精打细算,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许是我脸上来不及遮掩的慌乱取悦了对方,他弯起嘴角,不过我最开心的呢,就是阿景可以找到小男这么优秀的妻子,心底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小男很不容易的,从农村考到研究生,家里也没什么钱,底下还有个弟弟,刚来公司那会,我看他每天就那两身衣服,从不外食,带的饭都看不到肉丝,现在还跟人合租呢。 我让阿景给他单独租个好点的还不要,可独立了,徐飞长叹一口气,露出欣慰的表情。 好在是阿景,没什么家庭负担,婚房啥的都有条件工,你们说,要是再找个外地的,这里房价虽然没一线高,也不低的,到时候脱家带口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嗡的,指甲盖死死扣住了食指上的软肉,用尽全身力气,克制自己当场逃离的行为,树道目光围着我上下打量,惊讶,轻蔑,不屑,一如当初徐飞对我的态度。 三,我进公司的时候,是徐飞负责给我做登记的。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热情爽朗,给人感觉非常舒服,得知我一个外地姑娘出来杂到,人生地不熟,主动给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公司里的人情事故,还邀请我去了他的生日会,鼓励我拓宽交际。 我这才知道,徐飞家里超级有钱,上班对于他来说,就是消遣,内心隐隐有些自卑,又庆幸自己的好运气,能认识这么好的姐姐,还在对方的生日会上,认识了爱人,韩锦,和韩锦确认关系后,我更是拿徐飞当亲姐姐,直到我无意中发现,她把我亲手裁的送给她的钱包,丢进了垃圾桶。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要不是为了阿锦。 我都不想理她,语气鄙夷,神情冷漠,我从垃圾桶里捡起那个我熬了一礼拜做的棕色钱包,一家同款。 之前我看她发朋友圈说,钱包坏了,原版要两万多,我买不起,就找了材料,兑设网图,一点一点复刻,脑子里闪过早上对方收到钱包时,对我的夸赞,心灵手巧,做得比正版还要好。 我真蠢,居然没听出她的钱台词,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个高仿,人家要的是正版,说我敏感也好,自卑也罢。 我开始刻意保持与徐飞的距离,避不开,我就尽量用之前的态度对她。 杨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希望因为她,影响我和韩锦的感情,至少韩锦在收到我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礼物时,从来都是骄傲的拍照发朋友圈,各种炫耀。 我有悄悄拿她手机看过朋友圈,没有设置分组,我忍不住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男友的热情是不是伪装的。 原生家庭的巨大差距是我永远都无法改变的,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我拒绝了韩锦要带我回家见父母的想法, 劈了命的找机会,申请好的项目,为自己的履历添砖加瓦,再等等,等我做出点成绩来的时候。 再去拜访,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我还算可以的学历和行业内排名前几的公司背景。 可在这座三线小城,对于体制内铁饭碗的男友来说,没有任何助力,好在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在领导的牵线下,参与了市里几个重点建筑的设计工作,履历相较于之前好看不少。 韩锦更是予有荣烟,逢人就夸某某建筑是我对象参与的,我也终于有了些底气,跟他回家见父母。 韩锦的父母应该是对我是满意的,家里有什么聚会,基本都会把我带上,将我介绍给亲戚们。 我们的婚事水到渠成,四,想到这,我的自信终于又减回来了一点,用力咬了咬舌尖,让自己冷静下来后,仰起嘴角,打亮了一圈神色各异的众人,自嘲道,是啊,毕竟我只是个小镇做题家嘛,天赋有限,只能多努力了。 这不,下个月要结婚了,还在外面盯项目,大热天的,谁愿意呢? 男男男友心疼地握着我的手,我起身从包里拿出一达名片,微笑着一张一张发了过去,虽然阿锦家有钱,但结了婚,到底还是有自己的小家,我也得努力,各位以后要是有装修设计需求。 来找我,我其他方面不敢说,这方面还是有点专业性的,对对对,市中心那个去年新建的博物馆,男男就有参与设计。 你们要是周围有朋友需要,一定要介绍给男男啊。 韩锦似乎并未发现,我与徐飞话语下的暗流涌动,没心没肺地和大家推销着我的业务,语气骄傲,倒是让我焦躁的心情好受不少。 徐飞不就是想让我自卑,给我难堪吗?我就大大方方给他看,有钱不赚王八蛋,现成的资源,再加上男友的推荐,我就不信他们下次真有需要,好意思不找我。 我拿出谈客户的架势,将话题转移到了我的专业上,正好徐飞的朋友里有个姐姐最近遇到了相关问题,我也给出了让对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借着案例分享,我顺利加上了所有人的微信,等他们回去后翻完我的朋友圈,应该会扭转徐飞在他们面前给我立下的贪慕虚荣的形象,毕竟我的朋友圈一直有在好好经营,工作,生活,感情,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步的状态,说不定未来真可以为我带来些合作。 徐飞和韩锦的社交圈有太多重合,多年交情,根本不是我这样一个和韩锦在一起才两年的普通人能比得上的,之前我一直觉得与他们的圈子格格不入,所以也不高兴参与相关的活动。 单纯以为我们的感情稳定就好,保持各自独立的社交,现在想来,指不定徐飞在背后把我编排成啥样了。 这次对方仅仅是带了些朋友来过个生日,就差点让我崩盘,等婚后,我要面对的只会多不会少,我必须立起来。 南南,乔姐跟我夸你优秀,让我好好对你,你刚才和他们说话的样子,简直就是闪闪发光。 男友送完人回来,抓着我满脸兴奋,太夸张了吧,人家就是客气客气,你也当真,我暗自窃喜,面上依旧一副云淡风轻谦虚的模样,看来我刚才的表现非常成功。 反正临走时,徐飞那张脸,表情都快绷不住了,把我乐得拉着他的手,满脸诚恳,徐姐,我就知道你对我好,还特意给我介绍人脉,你放心,以后你要有啥我能帮的上忙的,我一定帮。 但我的好心情却并未维持多久,因为我在烘干机里,翻出了一件白色蕾丝纹胸,定制款,印着名字缩写,徐飞的,绝了,五,韩锦。 我捏着手上的蕾丝布条,咬牙切齿,听到动静,男友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看到我手上的布条,直接愣在原地,显然,他也看清了上面印着的名字缩写,啊。 那个,男男,可能是上周飞飞姐来这边过夜洗完,忘记带回去了。 听到这话,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差点直接破口大骂,他还过夜了,仅存的理智把我拦住,如果两人真有什么,韩锦怎么可能这么坦荡地承认过夜的事,多半是别的原因,上周飞飞姐的一个朋友办了一场主题派对,闹到挺晚的, 你也知道他住的偏,大晚上回去不安全,就问我接了地方住一晚,对不起啊,忘记和你说了,不安全不会找人来接吗? 我就不信他家里喊不出人来接他,不用问我都知道,他绝对睡主卧了,因为只有主卧的房间,现在能睡人。 其他房间,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我真恨不得把手上的蕾丝小衣直接砸韩锦头上,你他妈脑子呢?这是我们的婚房。 我们自己都没睡过几次,可我不能这么做,房子是韩锦家里给他全款买好的,严格来说,没我份,哪怕是婚房。 我的自尊心,也让我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指责男友不该让外人在我们的心房里来去自如,很可能他会觉得我小肚鸡肠,思想龌龊,因为那是徐飞,不是外人。 我甚至怀疑,那一是徐飞故意留下来隔应我的,他成功了,顶着男友小心翼翼的目光。 我莫名有些烦躁和失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让徐飞一次又一次地踩着我的底线,是不是我太放纵的缘故? 可除了徐飞,在其他方面,我们无比默契与合拍,我只是单纯不希望因为一个外人,破坏我们的关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比起我那糟心的原生家庭,韩锦鱼我来说,真的算是上天赐给我的珍宝了。 家庭和睦,家境优渥,温和有礼,包容我的敏感与自卑,支持着我的一切决定,甚至他的家人也拿我当亲闺女看待,我不能因为一个徐飞,放弃这么好的未来。 楠楠,你别生气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竟给你添乱,我攥紧了手里的蕾丝,用尽全身力气压下上涌的负面情绪,扑齿笑出了声,你想哪里去了?徐姐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怎么会介意,我是怕下次万一叔叔阿姨过来,翻出这个就讲不清了,倒也不是我乱说,房子的要是他父母手里也有,有的时候还会被人家庭, 帮忙过来开窗通风,男友似乎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愣了一会,松了口气,你说得也对,是我太想当然了,下次还是我辛苦点开车送他回家吧。 就不该偷懒,还有下次,我这血压又上来了,却不得不用担忧的口吻,继续给男友洗脑,是啊,徐姐毕竟有家庭。 在异性家里过夜,我怕传出去对他有影响,当然,我是绝对相信你们的,就怕别人不那么想,比如他老公啊,韩锦搂着我的手臂肌肉一紧,正了正,随即笑着开口解释,这个你放心吧。 他老公,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所以一直很愧对菲菲姐,还让我们几个朋友有空多找菲菲姐出去玩呢,他肯定不会多想。 哦,这样啊,那就好,我善善地挣脱开男友的怀抱,心情跌落谷底,难怪,徐菲会这么有恃无恐,因为根本没人管他,折腾了一天。 从期待到失望,我也彻底没了与男友在心房过夜的想法,我怕看到主卧那张床晦气。 六,我找了个借口,去公司加班,我到底还是不敢直接告诉男友,我生气了,生气徐菲在我们的婚房里来去自如,他压根没把我这个未来女主人放在眼里。 现在,男友的脸上明显露出一丝不悦,皱了皱眉,这都快十一点了,不能明天再做吗? 说好了,陪我过生日,你这算什么意思? 我揉了揉发胀的脑门,脱口而出,你还需要我陪你过生日吗?我才是多余的那个吧,空气瞬间凝制。 我愣了一下,咬了咬嘴唇,拎起包准备走人,手腕却被一把钻住,所以你还是在生气对不对?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们好不容易见刺面,能不能不要为了这种小事破坏气氛? 许是喝了酒,又被我扫了心的缘故,男友的语气有些重,心脏猛的一揪,眼泪刷,得喷涌而出,因为我自卑。 我怕自己配不上你,给你丢人,怕大家觉得你选错了人。 你知不知道你来之前我一个人对着他们有多害怕?憋了一天的委屈彻底爆发,我歇斯底里地发泄着内心深处的恐惧。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一定会好好准备,而不是这么随随便便出现在他们面前,我今天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回来,太丑了,太丢人了,剧烈的情绪起伏让我整个人哭到抽搐,我感觉自己今晚就像是个笑话,这是我第一次在男友面前展露自己如此不自信的一面。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卑的底色,努力工作,认真生活,面对不懂的事物,我坦荡承认自己的无知,徐心请教,默默向周围的人汲取需要的养分,充实自己,可面对男友的质问,徐飞的接连打击。 我还是破防了,难道阶级上的差距,真的无法跨越吗? 楠楠,你为什么从来不和我说这些? 我被男友猛地拥入怀里,厚实的胸膛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我脸颊上的泪水,语气轻柔,仿佛对待一件珍宝。 你知道的,我和我的家人从未在乎过这些,从始至终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我当然相信男友和他的家人是真心接耐着我,否则我们早分了,但正是对方的这份纯真,衬托的我如此卑鄙,步步算计,就像此刻,在我意识到自己情绪失控说错话的瞬间,就立刻想了补救错失。 我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泼妇,也不能直接指责徐飞的得寸进尺,阴阳怪气,所以我半真半假地将这一切归咎到我的自卑,向来强势独立的我,难得示弱,只会让男友更加怜惜我。 我要利用这次爆发,让韩锦更爱我,更重视我,将我放在第一位。 七,难得的吵架,让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 我们在婚房里度过了浪漫的一夜,第二天一早,韩锦送我去公司,下车前,我猛地扑上去狠狠亲了他一口。 我和公司申请项目那边不去了,之后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婚礼结束。 然后我们一起去度蜜月,真的。 我点点头,对方脸上的惊喜让我觉得这一切付出都值得了,哪怕丢掉这个项目会让我年底的奖金损失一大半,直级的考评也会受到影响。 这么没性价比的事,以前是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可感情吗?总要两个人一起经营,也许我应该对他多点信任,也让自己暂缓下脚步,好好享受生活。 晚上过来住,韩锦暧昧地捏了捏我的脸颊。 不了,晚上加班,我回自己呢。 我笑着用食指指住对方凑上来的嘴唇,再闹下去,我今天斑别上了。 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还没结婚,不合适,韩锦平时也是和父母住一块的。 要是隔三差五带着我在婚房过夜,我怕影响他家里人对我的印象,觉得我还没嫁进来,就已经把房子当成自己的了。 他进办公室,我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一直忙到晚上十点,才将手头上关于项目的工作交接处理完。 我伸了个懒腰,准备回家,经过徐飞的公位时,却发现他的电脑没关,屏幕突然弹出一个微信语音通话窗口,头像有些眼熟。 啊,好奇心促使我凑了上去,是韩锦的微信头像。 徐锦从手机微信打给韩锦的语音并未接通。 聊天对话框自动弹出,我下意识扫了眼内容,如坠冰叫,韩锦你别傻了,你以为他勤生男是什么好鸟,他就是图你钱,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外地人,满心算计。 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当年要不是我家里出LA室,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砰,手边的玻璃杯被我扫落在地,摔得稀碎,脑子嗡嗡作响,像是被丢了一颗原子弹。 什么意思?难道徐飞之所以这么针对我,是因为他喜欢韩锦?可他不是已经结婚了吗?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 韩锦知道吗?为什么从来没和我提过? 一连串的问题不断轰炸我的大脑,我颤抖着将手放在鼠标上,打算网上翻看记录,界面突然弹出退出登录的提示,我焦急地点击着鼠标,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能延缓微信登出的时间。 当然,无济于事,短短一秒的功夫,徐飞那边登出了微信电脑端,东,我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盯着微信登录界面,恨不得立马给男友打电话过去问个清楚,他和徐飞到底是什么关系? 手指在韩锦的电话号码上反复摩擦,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按下,又在即将接通的瞬间迅速挂断。 不行,我不能冲动,万一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呢?我的贸然举动只会让男友觉得我不可理喻,思想龌龊,就算,就算徐飞对韩锦有那方面意思,并不代表韩锦会回应啊,否则他怎么会在微信里发这样一段话? 啊,莫名松了口气,我慌乱地将公位恢复原状,然后回家,啊,男男你手上怎么全是血? 室友赵萌听到动静,从房间里出来,发出一声尖叫,八,啊,我浑浑噩噩地抬头,思,这才发现,右手食指不知什么时候被割破了一个大口子,正在不断往外伸着血。 身后,雪白的瓷砖上滴滴答答,落了一长串的红点,呜呜,萌萌,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支支吾吾地将刚刚在办公室里,自己无意中地发现,告诉对方,还有一个月就要举行婚礼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傻呀,你管他俩有没有过呢? 你才是正牌女友,家长认可的那种,那个徐飞,要是真有本事,怎么没嫁进来呢?他就是嫉妒你,你可千万稳住了,别犯傻,是吧? 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拽着赵萌的双手,对啊,徐飞的样貌。 家境,哪样不是吊打我,哪怕他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看上去却还像是二十七八的模样,更不要说他时不时流露出的少女姿态,虽然我不喜欢他,却也不得不承认,我羡慕他的好命。 如果他和韩锦真的想要在一起,就算有八岁的年龄差,也不是不可能,既然他们当年没有在一起,现在徐飞有了自己的家庭,韩锦又即将和我结婚,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了。 这两年,韩锦对我的好事实实在在的,我怎么可以因为一段没有前言后语的句子,就怀疑他,我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徐飞对韩锦的感情,绝对不是青梅竹马的友谊那么简单,既然如此,我就更不能让徐飞出现在我和韩锦的生活中,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自动消失,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婚礼,出现一丝意外,压下心底的不安。 我狠狠擦拭着脸上的泪水,至今划过眼周柔嫩的肌肤,一阵刺痛,第二天一早,我问酒店和婚庆公司拿了流程明细,以请教婚礼细节的名义,单独约了男友的母亲,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来麻烦阿姨,我之前太忙了,婚礼的事也没顾得上,一直是阿锦在处理。 昨天我问她,才知道都没给您确认过细节,要不您看看,免得哪里不周到,怠慢了客人。 韩锦的母亲在领导的位置上干了很多年,身上有种不怒自危的气势,其实我并不是很愿意和对方独处,总觉得自己这点小心思在对方面前无所遁形。 你们年轻人自己看着办就好,我们年纪大了,眼光跟不上时代,韩阿姨面无表情地翻了翻册子,不置可否。 啊,行,那我们就自己看着办了,我做出松口气的模样,笑了笑,不过有徐姐把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阿锦和我说这次多亏有徐姐帮忙。 她才能这么快敲定下来,回头我得好好请徐姐吃顿饭,男友当然没和我这么说过,我只是凭借之前沟通婚礼细节时的对话,判断出徐飞有参与罢了。 我的目的是想试探韩阿姨对徐飞的态度,自己的婚礼请个外人算怎么回事,阿锦真是越来越没分寸了,你也是,由着她闹,幸运的是,我赌对了。 韩阿姨不喜欢徐飞,得知婚礼和酒席是徐飞定的,韩阿姨捧着脸,直接拿过清单,图图改改了一番,与之前的风格截然相反,之后的半个月里,徐飞彻底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她辞职了,酒,我隐约能猜到,多半是韩阿姨在背后做了什么。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以晚辈的身份,向长辈请教意见罢了。 没了徐飞的掺和,我和韩锦的感情越来越好,我迅速打入她的社交圈,一点一点扭转之前,徐飞在他们面前给我塑造的负面形象。 很不习惯,努力适应中,楠楠姐,你真厉害,和他们还能聊到一块去,我感觉我每次作难都挺尴尬的,又怕给阿浩丢人。 我看着面前这个突然和我搭话的女孩子,五官精致,身材娇小,满脸的娇原蛋白,身着白色长裙,像是一朵娇弱的小白花,一是有些语色。 不知道该回什么,今天这顿饭是韩锦的发小组德局,对方下周办婚礼,算是提前请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一块吃个饭认识认识。 和我说话的小白花是婚礼当天的女主角,整场局下来几乎没说过几句话,会来主动找我,倒是挺让我意外的,想到来之前,男友和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情况,当即便了然了, 因为这个女孩子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对方刚毕业,年轻,漂亮,充满活力,他可能觉得,同为普通人的我们,会比较有共同话题,惺惺相惜吧。 据我所知,韩锦的发小比韩锦还大两岁,今年三十二了,这小姑娘才刚毕业,绝了,老牛吃嫩草,我笑了笑,还好吧,我也只是聊我知道的,现在他们聊得我没兴趣,不就自己找地方来做了? 小白花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坐在我边上,小声嘀咕,阿浩在外面是不是有很多女人,但他们都不告诉我,可能是怕影响孩子吧。 嗯,小白花还是未婚先孕,随即像是自我安慰一般,继续道,不过他们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只要不带回家就行了,你说是吧。 我皱了皱眉,韩锦和你家那个花心大萝卜可不一样,你在河水找共鸣呢,日子是过给自己的,自己觉得好就好,顾忌到对方是个孕妇,还是韩锦发小的未婚妻,不好让人下不来台。 我只得避重就轻地敷衍过去,脑海中却想起男友和我谈起这段关系时的语态神情,谁让浩子前几年玩得太疯,圈子里好人家的女孩根本不愿意嫁给他,年纪又在这摆着,他家里着急抱孙子,现在这个,算是赶上了,鄙夷,冷漠,让我心惊,是不是我最初在他们这帮人眼里,也是这个定位。 我突然很庆幸,自己是在工作以后才遇见了韩锦,早早见识了社会的现实与无情。 没有被对方的条件迷婚头,着急绑定,而是等有了成绩后才开始计划未来。 如果我在刚毕业的时候遇到了韩锦,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选择走捷径。 小白花可能也意识到了我和她不一样,善善地尬聊了两句,便走了。 临走前,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让我下周一定要去参加她的婚礼。 小白花婚礼当天,我见到了许久未出现的徐飞,一袭嫩黄色长裙,熟络地游走在宾客间,气色红润,满面春风,真会气。 时,徐飞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我怀疑她可能是猜到我在韩阿姨面前给她上眼药了。 我以为她会像之前那样给我挖个坑,隔应我两句,结果什么都没做,和我们打了个招呼。 经过我身边时,我听到了一声轻不可闻的, 切,她有病吧? 转身,却只看见了她妖娆的背影,不远处,男友正站在婚车边上, 向我招手,怕耽误及时,我小跑着过去,将徐飞的怪异丢在了一边。 小白花不是本地人,前一晚住的酒店,我们跟着上了婚车一块,去酒店接亲, 当沾沾喜气,凑个热闹,等我们赶到时, 两个穿着灰色小礼裙的伴娘已经堵在房间门口要红包了, 我和韩锦站在人群后。 余光扫道跟在新郎身后的伴郎团成员, 恰好瞥见几人露出猥琐的笑容,心下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啊,你们干嘛? 来不及细想,前面响起刺耳的尖叫, 刚刚那几个伴郎此时已经冲到了房门前, 一把将两个伴娘拦腰抱起, 伴随着男人的轰笑声, 不断有人往中心聚集,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激动与兴奋, 像是占到了什么大便宜一样, 不断有人进去又出来, 隔着缝隙, 我终于看见了里面的情况。 一群男的像传递货物一样, 将两个伴娘轮流往外圈传, 我甚至看到一只有黑的手掌, 在伴娘身上狠狠揉捏。 极西的里群, 根本掩盖不住群底的风光, 隐隐可以瞧见底下白花花的颜色, 来不及细看, 视线又被人群遮掩, 心下一凉, 我攥紧男友的手, 阿锦会不会太过了? 放心吧, 他们有分寸的, 主要是怕他们要红包狮子大开口, 所以阿浩他们计划从一开始就打个措手不及, 赶紧把新娘子带走就完事了。 韩锦的语气淡淡的, 似乎已经笃定, 这些娘家人一定会趁着接亲, 轰抬物价, 小白花的娘家人来得本就不多, 瞧见这场景, 果然被吓住了。 谁也不敢再开口要红包, 还有怕出事的已经在让里面开门了, 房门一开, 人群轰, 的冲了进去, 我故意慢了一步, 环顾四周, 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衣衫部长, 哭哭啼啼的两个伴娘, 还有前人呢? 这什么破素质? 正准备过去问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听到其中一个伴娘愤愤不平的咒骂, 我停下脚步, 我到底是南方这边的, 这个时候过去, 怕是会以为我也不安好心了, 正想着, 房间内再次响起惊慌的尖叫, 哎呀, 昏鞋。 我每个人都不安好心了, 我应该是与你带上一个伴娘愤不平的咒骂, 我应该是与你带上一个伴娘愤不平的咒骂, 我应该是与你带上一个伴娘愤不平的咒骂,